又不会说话又什么啥 这个是不开口的嘛 是不是偶像我们就不要他了 我们何必多此一举啊 那就从多神论的 有神论的多神论以后走到 彻底的 彻裸裸的无神论 郭基哥就给唱起来了 从来就没有上帝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要靠 要创造人类的奇迹 全靠什么 我们自己 目的是 关键的关键 是自己想当上帝 人所有的罪就是这样 当人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自以为聪明的时候 人就为自己受够了苦 所有的罪 所有的苦都是因着人的罪产生的 当人犯了罪的时候 不把上帝当做上帝的时候 他自己的异点人就做不下去了 他看到耶和华的脚步 听到脚步的时候就害怕 就躲在树木之下 本来是他自己的家 他到处就躲 这说明什么呢 他已经摄取了自由 他完完全全到哪里 他都不方便 这个原子不是他的 这个天地起了凉风 大自然他是管家 他现在也面对他 地也不为他效力 要长出经济吉利来 本来夏娃和他 是骨中之骨 肉中之肉的 结果亚当也把责任都退给夏娃 互相之间用无法果树一字 折盖自己 他们真如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卢梭 他说的 人 他说 生而自由 却无王而不在家所之中 他好像是站在一个角度来讲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活来活去 都不顺心 最后最大的不自由 是什么不自由呢 死亡的威胁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 这个死亡这一关 生命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今天 我们大家就来看 今天讲的第二角 那就是我们如何得到真的自由 不再受到捆绑 怎么不再受捆绑呢 我们看今天 耶稣他的话 也在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说了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遵守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比较你们得以自由 在这里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证解 这个证解是什么呢 原来我们都在受骗当中 原来我们都不在 行在真理当中 原来我们都被谎言所包围了 我们之所以被捆绑 我们之所以得不住自由 那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人关心真理吗 很多人不关心 真理算什么 但是要问起自由了 都是挺关心的 我要我的自由 但是问题这两者能够分开来吗 当初亚当和夏娃 为什么听蛇说 你们吃了那果子 就不会死 而且要像神那样有智慧 为什么相信呢 为什么他 为什么蛇 就偏偏对耶和华神 为亚当夏娃所供应的 这一切不感兴趣 也不让亚当夏娃 就为此感谢 就抓住那个上帝所说的 摆在他们头上的 权柄的那句话 要他去挑战 因为这个权柄 是人必须认识 耶和华的一个根基和基础 上帝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能成活 我们能行动 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上 可是我们人的心 如果说什么都是可以做的 只有这一件不可以做的话 本来人应该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顺服的心 领受上帝的这一规定 因为这一规定是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 祝福当中的一个保证 因为上帝说只要你不去碰他 你就并不会死 上帝只有一个警令 只有一条诫命 可是这条诫命 人看起来是 对我们直接解说是 对我自由的什么 舒服 本来我什么都可以做 本来我什么都可以做 居然你这条一规定 我这件事情不能做 整个伊甸园里面 只有这件事情 把上帝和人的最后分界线 划清楚 就是上帝就是为 让我们去认识他 可是人 当什么东西呢 你禁止他做的时候呢 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呢 就是有点不痛快 你干嘛不让我这样做 他不知道 这个禁止真是让人 能够获得在上帝面前 自由的先决条件 可是人却把它看成 是一个妨碍 所以当人不顺服 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人一旦反叛的时候 人的思想意念就变得昏暗了 因此对自由的理解 完全错了 完完全全错 他以为 我就充决你这个禁令 我会为自己 扩大我的最大的自由 扩大我的边界 就像我今天下午讲的时候 我曾经比喻说 你敢在几十层的 高层建筑的 住在的阳台上 不放上这种遮拦吗 平平的你敢放 你这个阳台你不敢用的 你不敢走上去 孩子也不敢上去 这不是拦除了你的隔离了 它是保护你 由此看来 我们不认识真理的光 所以我们就不再把上帝的话 当作上帝是给我们最大的人生的 一个自由的保障 上帝创造动物和创造人 一个人的一个最大的尊贵之不同 是什么呢 人有自由意志 而所有的动物所做的 都是按照动物的本能的要求去做的 人不会 正因为人可以 克服自己动物本能的反应 所以人就取得他独有的尊严 正因为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选择 但是话说过了 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 你不能不负责 当老虎咬伤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吃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在犯罪 因为为什么他不是在杀人 他也不认识你是人 他只当你是一块肉 他吃你的时候跟吃其他肉的时候 他自己不知道他没有这个modal sense 因为他是食肉动物 如果你把他关好 这是我们人自己的俗活 当鸡 我过去做孩子的时候 每次家里养几个鸡的时候 要喂他东西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最开心了 拿个月米罐子 因为为什么 这是我有个主宰的感觉 当我把月米一撒到这二手 所有的鸡全跑那去了 一个月不留都跑过去拖 然后弄完以后 我一撒到那 我故意是不同的方向撒 我就喜欢看到他们 跟着我撒的方向 就东奔西跑的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 是鸡他饿了 看到这个你撒到哪里 他就跟着哪里 他就是照着他的本能 当然当我撒完以后 他不买我账了 鸡就跑掉了 对不对 我只能在这个时候起劲 神气一下 就用这个东西 但是对人你可以这样吗 你饿了 来我撒一把 你过去吃 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是饿得再厉害 我用这种方法 我甚至不要傻 该给你的食物 我不把你放在桌上 放到地上 叫你去吃 愣在地上的话 你这时就不会饿了 你气得吃不下饭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感到你人的尊严 受到了处犯 你不是一个被本能驱动的 这就是人宝贵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在人来讲 在堕落的人里面 只要他做人 他有一点都是同意的 有一个神圣的高贵的 人不可失去的一种独特的权利 它是和生命应该连在一起的 这是一句什么样的权利 这就是自由的权利 当年国内耳术能详的 有一句诗是裴多菲的诗句 非常激动人心 大家一定会背 生命什么 诚可贵 爱情 价更高 若为自由固 两者皆可抛 你看 我不知道匈牙利 语是什么样的 但是知晓之中文翻译的 都是非常棒 对不对 非常棒 很传神 他在这里把自由的架子 抬得这么高 生命诚可贵 每个人都相信 生命诚可贵 否则你还不活着了 对不对 你相信生命是可贵的 爱情价高不高 现在很多人 特别是爱情受伤的人 可能不一定去承认 对不对 爱情价更高 不过现在更可别的人 听不懂这句话了 什么爱情价更高 二奶价才高呢 都是会觉得 因为他知道 有些人之所以有二奶 能够包得起 因为他有钱 你没有 所以没有人跟你去做二奶去 所以他觉得包二奶 那才价高呢 但是无论怎么样说 在世人的心目当中 生命是为了爱而活的 生命可贵 但生命能得不到爱的话 没有爱的人生 是不值得去过的 但是再说 路这个爱 哪怕就是爱 一切都是在强迫之下进行的话 那你没有人生的基本自由的选择的话 那什么都是变色了 所以这个生命是不值得过的 这个爱情也无法追求的 因为自由比生命和爱情更基本 如果没有自由的话 我生命活着不过是一个行私走肉 因为没有自由 我也无法追求我自己真正的所爱 这个时候 那我们从小的时候 对自由这个词呢 在这里面提的是很高的 不过 当时官方的解释是 裴多芬 裴多菲是匈牙利的爱古诗人 他是为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这样说的 OK 一个自由就变成民族解放了 本来是个人自由 现在就变成民族解放了 所以政治上正确 political correct 请注意 个人自由在过去里面 一直是在我们生长年代里面到现在 个人自由叫做资产阶界什么 自由化 如果你要有个人自由的话 就批斗你资产阶界思想 小资产阶界思想 你是资产阶界自由化 自由化是很可怕的 红手猛兽 好像自由两个字是什么不对 当然有一点大家很清楚 一谈到他 没有人喜欢失去所谓的人生的自由 没有人是会 自己的人生自由 把你关起来 把你放在监狱里面 那你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事情 但是 这样子理解自由呢 那是很不够的 这只是一个经验可以感觉到的层面 什么是没有自由了 把你锁链一靠 那你是没有自由了 除此以外 你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没有自由 在古代中国没有哪位先贤 就人类的自由做过什么探讨 你听到吗 你去看孔子的书 《四十五经》里面 对自由有什么特别的欧歌吗 对自由有什么特别的强调吗 自由这两个字 基本上是现代词汇 freedom liberty 是经过热文翻过来的 真正的这个意思 像民主啊 自由啊 很多都是 自由基本上 如果说一个现象是一个 现代的汉语参与 如果谈到个人的自由的层面 如果中国人会想到什么呢 想到基本上是negative的 meaning 自由算慢 不负责任嘛 自由自在 天高皇地元 没有人管 这就没有法治 随便自己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像道家样的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讲五四的时候 很有意思 那些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提到者 他说从西方引来的科学 与民主 赛先生与德先生 民主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讲自由呢 他却讲民主呢 民主是手段 民主如果不是为了自由 人们要民主干嘛 民主是可以说一种政体 一种政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可主为什么要搞这种组织形式呢 是为了实现什么 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 其实自由是更根本的 严父就说了 民主是手段 自由是目的 自由是本 很有意思 可是在中国来讲啊 我们一直有个中 对自由这个东西有点可怕 自由简直一给你自由就乱了 乱了套了 就乱了套了 连深中山也说 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一盘散沙 互相都什么 没有关联的 都个人 都知道 个人至少门前学 莫管他人 网上商 所谓一讲自由的话呢 你就没有责任了 没有社会功德心 这就是所谓自由 所以深中山认为 中国人的自由 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就想起 我当年到美国的时候 也是为了 要希望取得更大的自由 我想取得一种 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因为我在中国 这个经历是讲话 给我闯祸了 被人报告了 然后组织批斗了 这是在中国 以后弄得我 讲什么话 我都吓死 有的时候 不小心冲出来 被人又抓住 什么反动 反动那个言论的话 言论的话 那就内完了 你犯一次 差不多是 给你什么 好好的认真检查 让你过关 当你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你应该感恩戴德了 你再犯一次 你内犯 那就不得了的 很怕 像我这个人 有什么东西憋不住 脑子想得快 嘴巴要说出来 是怎么办 到了美国 结果我发现 我到了美国 是让你讲话 你可以讲 可讲了以后 没人注意你 因为在美国 本来就是 大家什么话 都可以讲的 在中国碰到什么 时间一讲一话 我紧张得不得了 上面研究 下面调查 什么什么的 搞什么半天 对不对 有的时候 你讲错一句话 都引起了 变成公众人物了 一下子在网络上 有句什么 叫封杀了 还有是什么了 网络警察了 什么老党了 一大堆 这个事情 都搞在一起 目的就是 防民的口 对不对 防民口胜于防川 就是这样子 这种情况下 可是我到了美国 发现了 我讲的都是常识 我本来在那里 都很敏感的 发到美国 一点都不敏感 你讲出来 这是什么了 根本就是常识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如果你对共产主义 不满意 你对这个什么 你都可以说 你对美国总统 也可以去骂 那没有关系 过去常常流传的 笑话就是 美国人说 我跟苏联人说 我们有自由 我可以当做 我可以在白宫面前 骂我们总统 美国总统 苏联人说 有什么信息 我可以在 克里姆林宫面前 骂你们美国总统 这就被这个笑话 我可以在我这里 骂你们的 他是我骂他自己的 到了美国 当时一个美国同学 就跟我很骄傲地讲 This is America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我发现倒也不错 好像在美国 你是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那你能做什么 我除了读书 什么也不能做 那规定好的 这些书课目都要完成 完不成的话 最后红灯一挂 那个学生护照 就把你送回去了 所以 我到美国来的时候 其实我一发现 我真的是 这个自由对我来讲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美国就发现 自由叫到针天祥的时候 那种人是叫的什么自由 大多是要什么 堕胎的自由 什么同性恋结婚的自由 安罗斯的自由 都是这种 这叫做争取自由的权利 在这个现代 自由这个词 差不多是政客都是要说的 但是这种自由要不要 我最难过的就是 最难受的说 给你自由 让你走到设置路口的时候 我说 你可以走啊 哪个方向都可以走啊 这我就心慌了 我虽然哪个方向都可以走 但是我不知道 走到哪一个方向 才对我是真正 我要走的那个方向 我要去的目的地啊 我缺少一张地图 那么也就是说 自由本身不是根本的东西 自由只是一个 世界的结果 什么结果啊 真理的结果 行真理的结果 过去大家知道 南辕百泽 这个的 我有号码 我有快车 你往楚国去 楚国在南方 你为什么往百方折呢 南辕你为什么百折呢 他不知道 方向搞错了 我马快 我可以继续跑 后来发现地球圆了 你哪天也是可以回来的 对不对 结果澳洲 谁也不知道 不过话说过来了 这是很傻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你也是的 如果你们很多人到营地 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当作迷路的 可能有不少人 你迷路了 我们刘牧师也迷路了 为什么 一下子没看清一个目标 这时候 刘牧师的驾车技术也很高 这个汽车本身是很棒的汽车 油也加得足足的 对不对 往哪里开都可以 但是就是没有看清 一个路的指标的话 那就乱转了 所以你有了车 你真的是要难 你一定要首先 你要知道方向 你要知道目的 然后你就是 方向找对了 你一下子自由了 中山不会迷路 我们到了这里 知道这里有中山 已经给我们准备住了 所以我们就得我们的自由 我们就free of worry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自由 非常非常的根本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怎么去真的 照着真理来去遵行自由的 那么我很奇怪 在西方为什么这么强调自由 这个自由的源头怎么来的 跟我们的东方 完完全全不一样 孔子是强调 我每个人要修养 每个人都要怎样怎样 以礼待人怎么样 最后发现 反而没有得到 而美国呢 它的自由到底是 根基是怎么样来的 原来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当时去查的时候 原来发现 美国的独立宣言 它谈到自由的时候 提到自由的源头 它怎么说呢 它说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每个人都被被造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ey are in doubt But they are created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什么叫 inalienable rights呢 这叫做不可让渡的权利 不可不渡的权利 就是任何人 对另外一个人 都不可以去用任何的行政权利 军事权利 所有的权利 你都不可以去不渡那个人权利 为什么 这是indowed by their creator 一些不可让渡的权利 这不可让渡的权利是什么呢 Among them Life,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the happiness 就是Life,生命的权利 下面就讲什么 自由的权利 它没有保证你有爱情 请注意 自由是有的 你凭着你的自由去寻找爱情 有人寻到了 有人没寻到 那另外一半 这个东西不敢政府给你保证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去寻 这个机会一定要给你 不让你没有这个机会 你自己找不到了 你到处去找 你没有找到 可以怪你 可能你的爱情观不正确 很责得你爱的人在旁边 你还不知道怎么去爱他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他要首先保证 跟Life连在一起的 就是Liberty 然后你的right to pursue the happiness 他没对happiness做保证 他没保证每个人幸福 但是他保证你可以追求幸福的权利 起点都给你 机会都给你 那你硬不肯干 你自己要躺在家里 打电脑 玩游戏 看电视 然后大吃potato chips 弄得很胖 喝啤酒 那你没办法 政府也不能强迫拿着枪 避免你去 这样子反而把好事变成坏事 那是你自己 我跟他讲 这个就强调了自由的源头 是上帝来的 从上帝来的 没有人能够剥夺 那么政府的真正的责任 就是干什么呢 政府成立的合法性 一个合法政府 和不合法的政府就看 他对公民的 个体在上帝下面人民的 这种上帝给予生俱来的 这种自由的权利 保障不保障 如果你是保障的 这是合法的政府 政府的意 人要建立 上帝让政府建立的意 就是保障 这个普遍的恩典 如果你要侵害 人民的公民的自由 那就不合法 真正的政府的意义是这个 所以 美国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他将自由的一个真意提出来 什么自由呢 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什么自由啊 自由就是 身体不要社区自由就是了 其实真正的自由 是你的信仰的自由 你信仰不自由了 这个最大的悲剧 你的思想不自由 你又甚至不知道 自己处在不自由的状态当中 这种是最可怕的不自由 你连你自己不自由 你都不知道 明白吗 就像金正热 或者手下的北朝鲜过敏 一想到伟大领袖 就掉眼泪了 一想到世界上 很多人都没有朝鲜 北朝鲜人生活的幸福 他们就哭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那很悲惨的 对不对 那很悲惨的 那因为他都不知道 他其实被洗脑 洗到这个状态 已经完全丧失了 一个基本的这种 这种情况 所以他在这里面 是起着一个 叫Congress Shall not make any law to prohibit it 他讲 他讲国会将 永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 请注意 国会是什么 国会是律法机关 律法机关 居然你说 律法机关是本身律法的 但是有人比律法机关更高 要对律法机关律法 不准律法机关 请注意 不准律法机构 律什么法呢 不准人们信仰自由的法律 这是一个 你不准不读 我不不读 我赞助可不可以啊 政府很聪明 我来赞助你 不行 也不准你赞助 因为一赞助 拿你钱 拿你钱就是 我手短了 对不对 你借助你赞助 你就控制我们的寂寞了 所以你既不可能赞助 来控制宗教 我们人的宗教信仰 你又不可能借助 迫害来逼迫我们放弃 这两者你都不能做 这叫做政教分离的一个 Wall of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Church 请注意 请注意 政教分离是 政是Government 不是Politics 教是Church 教会不是Religion 不是宗教和政治分离 请注意 你听到吗 在价值观上是不能分离的 在功能上面 政府干政府的事情 教会干教会的事情 但是两者都必须在上帝下面 都不应该违反上帝的法 很多人搞不懂 美国既然是政教分离 为什么美国总统 还要按照圣经来宣誓当总统 这不是政教不分离 不是 这价值上是不应该分离的 但是他尽管在圣经上安理 他是负责做总统 不是叫他圣经上安好以后 对着教会去讲道 他不是牧师 就没有这个讲道的权利 问题在这个地方 他是总统可以做总统 可以调动做三军总司令 但他却不能办培林大会 他自己来做讲员 这个不可以的 他牧师做讲员 他所有基督徒做下面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 没有授予过他 这就是同时牧师 你比利果然看 上万人几百万的讲员 但是讲完以后就讲完了 他还不可以在办公室 批公文调动军队 这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就叫做分离 他里面就讲到 给你什么自由 他给你的是政府不能够 禁止人们拥有的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什么 assembly freedom of press freedom of publication 这什么意思 这些freedom 可以讲中国的文化 你从来没探讨过 洪秀全要起义的时候 他没有要求这些freedom 那个黄金军起义也没有 他们只要一个freedom 就赶而起的freedom 对不对 这不叫freedom 我拿刀起来 我准备给你干 干好以后 你那套我拿过来 就换个做个王 还是那套 思想上没什么不同的 言论上也没什么不同的 就是你压我压得苦 换过来我来压你 就是说了 关键的问题就在 在这个地方不同 在这个地方 明白吗 这是最大的不同 这个才是freedom的 真正freedom的开始和保证 言论自由 就是人们的信仰自由 就表达在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接涉自由 和挫板自由上 没有这些自由的话 你就其他自由都是空的 而所有这些自由 就是为了一件事情 为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能够极尽真理 当年摩西和亚伦 到法老面前去 要求就是一句话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 让我的名 让我的百姓 来为我守纪 那法老说 那耶和华是谁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怎么可以啊 我是法老 法老你知道是谁啊 全埃及的主宰 法老在当埃及人 不光是行政主宰 而且是也是他们的神啊 他们在这里 作为你是皇帝的话 你掌管一切的 还有什么事情 我不能管 居然还有你们一个 叫耶和华神的人 那一部分说 你们的百姓就敬拜 我批准你去敬拜 这个就是呢 耶和华神在 他自己的百姓当中 一个心里 他要的91个自由 他要什么自由啊 去敬拜他的自由 去信靠他的自由 只要这个自由 按照马克思主义研究 他要求自由多了 第一 他们受到民族压迫 你说是不是 埃及人压迫 这些以色列人 说民族厚 然后呢 埃及人是做奴隶组的 他们都做了奴隶 这是阶级仇 民族和阶级仇都有了 说正去民族解放啊 对不对 正去阶级翻身啊 就这个你们 你们要去 争取的劳苦大众的自由 是这个阶级 争取的这个层面上 政治上的那个翻身 经济上的那个翻身 你们要做这个 首先要的是政治权和经济权 从此你们就当家做主了 你要告诉他们 是不是当家做主了 谁是主啊 我跟你说 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 人民新增过来 人民做主了 这什么做主 一讲做主了 肯定是谎言 真有一个主 上帝是主 你做什么主啊 说我们还以为 做主了 主是好的 让我做主 实际上做主了 人民当家做主 这是批骗的话 没有人民可以当家做主的 真正当家做主 都是以人民名义 来当家做主的 你明白吗 谁代表的你都不知道 关键问题就在这些 人啊 就是不听神的话 就会傻的 最后还拔不出来 你听了以后 我不知道当中有很多人 反应感觉怎么样 就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地方 真正的自由的源头 就是一个 回到上帝里面 就是自由 为这个 有了这个自由 所有的自由就有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请注意 中国的宪法讲 人民有信仰的自由 在过去 但是很多传道 一传道就被抓起来了 他就会说 为什么我抓你啊 我们说你有信的自由 但是没有讲你有传的自由 你听得懂吗 你可以在你肚子里信 你不能讲出去 你不能告诉别人 你一传就不对了 这叫什么信啊 我信我的主 这个信仰本身 就包括表达的自由 我不表达 我的信就无法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人家我也无法知道 这个信就不自由了 到我这一代就完了 我也不能像传福音了 我信我就能表达 一表达就是什么自由啊 言论自由 可是我讲了 我又不是私下的 我找一个人 我是个别步道啊 我能不能我们基督徒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啊 这叫什么自由啊 这叫结会自由 但是我们结会的人 不是任何之中啊 我们说今天张三礼士 明天王二马子 都是这样子 我们的结会 是在什么基础上的结会啊 是在结社的基础上的结会 所以结会自由还不够 还要是什么 结社自由 就是教会有他 所谓N 就是说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教会是最古老的NGO 所以人家NGO 很时髦 就是非政府主则 谁是非政府主则 教会就是非政府主则 教会的政府的权柄 不在教会之上 教会只听上帝的 凯撒的归给凯撒 上帝的故归给上帝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一分别不得了 这一分别就保证 我们的自由的权柄 不受当政的欺负压迫 利用 赞助 御用 这些都不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所以当我讲得到 能不能写出来 印出来发给大家 如果说可以听 不可以看 那就不行 所以出版一定要自由 出版自由跟着上 现在大家知道了 为什么西方的自由 从言论 结会 结社 出版 一起连在一起 也可以新闻报道 自由 都是为了一个核心目的 为了让我们有个信仰的 自由的空间 这就是这样子 这是最大的 这是美国人 是清教徒 到了美国以后 用上他们生命代价 悟出来的真理 因为当年他们在英国的时候 他们虽然英国的君王 也献上帝 但是英国的国君 同时是英国教会的元首 还要兼任元首 那么怎么样敬拜 方法也由国君布置下来 有人说这就不错了 他也是基督徒 他知道我们怎么做 就怎么做了 不行 一批基督徒 坚决不信这个邪 因为教会的真正元首 是谁 是耶稣基督 教会绝对不是在君王的恩准之下 才可以成立的 教会绝不是政府机构批准以后 我们要为此 要感谢政府 我们才可以来成立的 教会绝不需要政府的批准 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 这个权柄是直接从上帝马里来的 不要经过政府 政府只能要保护 所以法老挤栽打下去的时候 他说好 你们可以 但是你们就就近敬拜吧 他要篡改这个敬拜的意思 要么说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法老我们政府终于开明了 同意了 我们就好像合作吧 我们就这样敬拜了 不行 叫三支教会 你就在这儿敬拜 给你个三支名目 这是政府批准的 爱国教会 你不爱国就不行 要有前提 爱法老 爱埃及 不行的 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你发现 上帝的条件 是在打下去 他一次一次的让步 你可以去 青壮年可以去 什么 最后 你们牛羊可以留下 什么都不可以 完完全全 原本不动的 你没有一点 在这敬拜的方式上面 形式上面 你可以做任何限制 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督族 不先争取这个自由 这个国家没有其他自由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上帝的道 完完全全的 没有任何的政权的扭曲 社会的逼迫 来到人们当中 这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话 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 就是这么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因为你只有来到真理面前 真理会告诉你如何行 你照着真理行 你就得出了真理所赋予你的一切的自由 那我现在讲了 在真理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我还愿意再做一个例子 如果人要取得天上 能够天上飞行的自由的话 我们从小古人就很羡慕 鸟双手 那个翅膀一针 它们就飞上去了 澳大利亚鸟针多 跑到这里我听到 看到很多一群群的鹦鹉 这是很难得 你们还不知道 我们看得很稀奇了 很多很多鸟 发出各种鸟声 哇 鸟象征着自由自在 正次飞翔在没有渣男的天空上面 古人早就想上去了 曾经有勇敢的古人 绑上羽毛 爬到梯子上 跑到高层戒指上跳下来 跑到两空中就是摔死了 现代空气动力学家研究出来 除非它每秒钟震动到多少 一百几十次以上 它每秒钟的震动 它才能产生相应的弗力 否则不能把它身体拖起来 它怎么来的节奏 这个震动呢 它当然不行了 所以它没算过 所以它不知道 这个关于人能够 比空气中的浮上去的 这个真理还不了解的话 它就得不到这个自由 后来人们发现了 热烟可以燃燃上升 就把热烟照起来 就被热气球 人可以上去了 但是不能控制方向 被风吹来吹去了 还是能够上去 但是不能飞行 只能飘荡 那最后发现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了 空气动力学原理一发生 人们就发生了 完完全全深刻的变化 原来靠着空气动力学 一个压力差的产生 比空气重的东西 也可以抬上 浮在空气上面 这就是飞机能够产生的原因 那空气动力学原理 如果没有知道的话 你不要去造飞机 你根本想都不敢想 因为相信有这样子真理了 我就想办法造 造着这个飞机发行 靠着它的翅膀的设计的 这个界面的不同 造成的气流的压力差的不同 能够把这个比空气重的东西抬起来 那飞机就上去了 整个人能够飞行 我今天能够到澳大利亚来了 这都是掌握着 人们对这个空气动力学原理的认识 其实这个自由这样取得 整个自由这样取得 都离不开 取得这个自由背后下面的 所需要的真理条件 那我们就要说了 曾经那个时候 我想起了关于自由 我们就查这段经文 那是在尤比锡查经班的时候 尤比锡查经班 我们查这段经文 当查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当时说什么叫自由 问大家 查经班里面 都是在大学里 硕士博士的 什么叫自由 请问 耶稣说 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 那么你认为什么叫自由呢 大家互相笑笑 谁也不肯先说 说吧 这什么好说了 那洪宇建建怎么回事 我帮我当小学生 什么叫自由 这问题就问我 什么叫自由 你说 自由 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就是这句话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我说 这就是自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就想了 我们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和老农民也没有什么差别 快自由 这个题目过去 康德想了半天想不透 来个二类背反 他说自由这问题 是二类背反 你可以认为 人是可以得自由的 你越认为人得自由 实际上人是越是不自由 你认为人好像是 没有什么自由 人倒还是应该 还是具有一些自由的 他就想不清楚这问题 就叫二类背反 就是这样 按照唯物主义来讲 人是没有自由的 一切都是规定好了 什么规定好了 人的社会存在 决定了一切 人的思想 就是社会存在的反应 你是被历史限制了 所以再怎么样的人 都是被历史限定了 他在历史的条件下 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让你这个人和永恒发生关系 你是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 所以你没有真正的自由 你所做的 不过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而已 你不过是一家机器 五个关 外界东西反应到你里面去 你是被动的 因为物质是第一性的 你精神是第二性的 你完完全全 别过这条件控制住 这其实是唯物主义 真正讲 人是没有什么 真的自由的 所以他对自由并不热衷 那就讲啊 那么就什么要自由了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我就问了 那你想干什么 请说说 你想干什么 你们都认为自己是得到了自己的绝对自由吗 我们都不自由 对不对 那你想吧 你想干什么 结果一个人就说 我说你从你开始说 什么样情况 你条件达到了 你觉得你真自由了 你想干的东西你得到了 他说我想旅游 哇 一听旅游 大家都笑起来了 不过也不错 这个人讲得也非常的很智慧 智慧在什么 旅游呢 就真的 你借着旅游 什么样的享受也可以拿到 这倒也不错 住最好的五星街旅馆 最好的西洋大餐 看最好的秀 最好的什么什么 你借采购天堂 什么什么 你都可以借着旅游 你人生的一切都可以 但是说出来 也不错大雅 旅游嘛 我也没说我要特别的享受 惠惑了 我说旅游嘛 人都要走 看万里路 走万里路 多多看他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旅游 对不对 那你是要旅游 那你想你是最想这个旅游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心里想半天 现在想不出来了 就不自由了 脑子挺贫乏的 就想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查经班 也不敢把自己心里想到的东西 真正讲出来 这个东西是 这一上来就想 没想到自由 有点不自由了 对吧 他最后就想了 你说叫旅游 没想到比旅游更好的目的 我也要去旅游 他说 爱旅游 OK 那我说你们现在不能旅游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也要工作 我们身上还没有钱 就讲去了 就讲去了 金钱万能了 这个自由很好解决 照有钱就可以 难道有钱人就得到真的自由了吗 那当你旅游一遍以后又怎么办呢 你再旅游 再旅游 难道就是旅游吗 对不对 我就去开个玩笑了 就是说 这个时候真的不知道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你的警戒 那你告诉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那为什么不说 你想 哇 做世上的君王呢 对吧 你说 我对权力没有兴趣 那肯定是说假话了 你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哪里会这样 你是不是要成最有名的人 我对名王不感兴趣 我向来不喜欢名利 你是不是想成最大的富翁啊 我对钱 这有用就可以了 你也不会这样谦虚吧 其实人都不是 到了一定条件下面 你想想你是做不到 你这样讲这里被人扯笑 对不对 但我就说了 你能不能想想 你所要的自由 你老是想free to free to 你能不能想想free from 我自由是只有摆脱 我想做什么 我可以 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可以不做的自由 有没有 你老实讲 我想做什么就要是做 我不想做什么 就可以不做 这自由有没有 我不想每天花很多时间 就看无聊的那些电视 但是你到时候 还是坐在那里 无聊的看着 你没办法 对不对 我不想 我不想看到人家 碰到人家比我成就好的时候 我心里的酸泥都感觉出来 有酸泥感觉不好受 我不想有妒忌 妒忌就来了 记住没办法的 我不看到钱 我不眼红 眼也红了 那也没办法 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要我不忧虑 我是办不到的 我非得忧虑不可 我为我的读书忧虑 我对我的工作忧虑 我对我的前途忧虑 能不能free from worry呢 上帝啊 你给我这么一个自由吧 让我不再为明天忧虑了 让我把一切都放下 让我能够心里常常充满什么 没有忧虑就充满喜乐 能不能想到 你想一想到的事情 就是跟物质有关系的事情 能不能想到这个呢 这free from很重要啊 这也是自由的一个方面啊 还能不能想到free to 我说你能不能想到 如果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没听到你们当中 一个人雄心壮躁 我要办世界上最好的医院 让所有看不起毛病的人 你都来看病 我要办最好的儿童乐园 让很多次学的儿童 世界上流浪儿童 都能够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讲这个呢 我讲出来也没人相信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讲出来没人相信 你这个平时是连着一毛不拔的 这个什么东西 你都忽然想会这种事情 你根本没这么想过 这说明你早就被捆绑住了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想到 对吧 很多很善的事情都没想到 所谓一想到自由 就为自己在打算 你能不能为自己 爸爸妈妈打算一下呢 你有自由 我就给爸爸妈妈准备 完成他的什么心愿 我跟你们 连爸爸妈妈都没想到 你还能想到其他人呢 你脑子就说 我们就被无形当中 捆在一个地方 你要自由 自由就是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就是这样子 很可怕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一定要明白 一个真正的什么样的 是得到一个自由的关键 完完全全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 要真正的明白 什么叫做自由 我过去在文革的当中 我自己曾经也在 一切建论当中讲过 我回到上海去 那是无政府主义 很多人上了车不买票 我那是胆子小 不敢不买票 买了几次以后 又觉得吃亏 心里很不高兴 这个老色人的老吃亏 我也试一次 我上次装着 我有月票我也不买 但是没想到 一上去以后 那天碰到的售票员 特认真 老师说 买票嘛 他说要我买票 那么开始我就想 好像是装得很老练 很酷的样子 根本就不理睬 就是说明我是有月票的 做订做在哪里 其实是假的 等到你接这 前两次他叫了 我不踩他 他就假定我是有月票的 但是呢 下面一站 他又讲了 买票吧买票吧 每叫一声都好像 真刺在我心里 我难受啊 我这这这这万事怎么办 我正想那时候 还有突然会出现查票的 查票的又说你有没有 要去查了 如果碰到查票的 我就完了 这下子我脸面给丢尽了 对不对 那我想想我 真难受啊 我就本来要做到底 都不敢做到底了 当中找个六字就下去了 对不对 因为我这次不好意思说 我想买票 这个人是怪的 前两站都不坐那里 现在肯定想逃票 这个小子 这个面子肯定没有 我想改正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对不对 照好一六言逃掉 以后呢 每次上车以后 我就晓得了 我有自由吗 买票也不甘心 不买票也害怕 我两种选择 一共就两种选择 你上车 你没有这个自由 明白吗 你就处在这两种煎熬当中 两种都那个 事实上 很多人在这世界上 活得很痛苦 但是死也不甘心 人不过就两种状态 一个是活 一个死 一个死也不甘心 一个活得也痛苦 所以说都没有自由 这就是你处在不自由的状态 没办法的 感谢神 这一切只有到主里面才有 当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有上帝的眼眸在 我们要对得起 自己的上帝 给我们的荣耀的形象 他的人圣洁人意 本来就是人 应该表达出来的 你不要看别人那些人 不买票以后 他们就逃票了 以后他们站了去 你在里面就不服气了 你就看到这情况下 你把持不住了 这是为什么 你没有根 你没有生命 你不知道 你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世上 你将来要去见谁 因为你一切都要 主面前交代 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还用什么 还需要去斗争吗 是对的事情 就照做就是了 因为你不是在人前做 你在神面前做 这就是为什么 在西方纳税这个东西 就让你自己去填 自己去填 不是挨家挨户去查路 他如果没有原来的 信用制度和基督徒的 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 文化的背景的话 你很难 你可以做自动的事情 让我们真正来体会到 我们怎么样的 才是真正的来得着 神要告诉我们的 什么叫做自由的心意 我在这里 简单的把这个自由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 真解的一个 几个要点告诉大家 第一 绝对的自由 只有神才拥有的属性 上帝是完完全全 是自主的上帝 是无限的上帝 自主无限 才是绝对自由的保证 绝对的自由是 表明了神至高的权柄 荣耀的大能 上帝全善的本责 有了这些东西才可以 过去孔夫子说 他说七十六十二顺 七十从心悦不逾居 就是说到了七十 他修养到一个地步 他随心所悦都不逾错规矩 但是问题我还要问 孔子你的规矩 是你人自己制造的 这个到底规矩是不是牢靠呢 这个规矩只有上帝的规矩 上帝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没有一个义人的 包括孔子也是这样 只要是我们是世人 真正一个来到世上 是完全无罪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所以在这个里面 自由是一种真理出来的 本来的他的一个面目 只要我们表明 我们不是自主的 我们不是无限的 我们不是绝对的 我们不是本善的 全善的 我们就不可能拥有 上帝所要的绝对自由 亚大乡要想要 取得上帝的权柄 那么他就受了魔鬼的骗 结果就犯了罪 不但没有得到上帝的权柄 连做人的权利都得不着了 就失去了自由 第二 但上帝创造万物 但是神这赋予了 人有被造的自由意志 因为只有人才造着 神的形象所造 所以人的尊贵 就是人有自由 人有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 因为这个自由 但是讲清楚 是相对的 完完全全相对 神给人的自由 包括有三种 与神同住 相交相爱的自由 这就是人为什么 能够住在伊甸园 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 上帝跟人之间 没有罪的阻隔的时候 人就可以自由地 与上帝相交 当然能够自由相交的话 人是不会产生 人之间的问题的 人就能彼此相爱 当然能够彼此相爱的话 人就能治理这地 管理万物 做什么都是很顺心的 所有上帝 把这一切都交在人手下了 你看到吗 创世纪只有人犯了罪 人跟人之间才不合 人跟地的关系 才产生问题 所以上帝才说 你出自大土地 本是出自于地土的 还是要归回土 因为设计了最尊贵的 第三 第四是 神让人的自由的界限 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上帝自己的真理的 主权的 权柄的指引之下 就是说 自由 它是secondary的 它属于真理 所以那棵分别三个树的诫命 就是真理对自由的保证 这要人不去触犯上帝的话语 那么人在这个 人做什么都不是犯罪 人有在这异点园里 在这个世上的所有其他自由 但是 人的犯罪 第五 人的犯罪是什么 人的犯罪是把 错把自由当作自主 请注意 自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礼物 自主却是人对上帝的犯罪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真正自主的自由意味 是谁啊 上帝 自由拥有的上帝 上帝的存在是无条件的存在 我们是有条件的存在 我们是不可能 人不可能自主 我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成活的 有条件的存在 最清楚了 只要地球上没有空气 我们全死了 没有水分全死了 因为先有空气 水分 阳光 食物 才能保证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是有条件的存在 我们的自由就是有边界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自主 把不是人自己制造的东西 要当做人来支配 天地不是我们的 上帝叫我们来管理 我们不可能人地生天 我们重新安排舌山 我们来支配 那时候我们一定会犯很大的罪 人的犯罪 实际上就是挑战上帝对人 华定的自由的边界 要想从有限进入无限 这就是人的犯罪的根本的罪性 用自主代替自由 人的犯罪后果 使所有神给人的三大自由 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其中最严重的自由 是丧失了人能够接近上帝的权利 丧失了人能够接近上帝的权利 因为人被赶出伊甸园 人犯的最大的罪 就是带来了所谓的 人犯的罪就带来了死亡 死亡嘛 大家知道人犯的罪大 在世界上最大 死刑是最高的刑罚 其实我们早在上帝面前 人人都得了什么 死刑 我们生出来 说到底就是个死刑犯 不过这个刑期的长短 就是说缓期则刑而已 我们中国有个特别叫缓期则刑 缓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跟永恒相比 都是一刹那 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所以死不是自然的 是罪的结果 是罪的工价 为什么叫工价的是 你罪所应当得到的合理的结果 把你拿掉就不合理了 对不对 你工价嘛 老板叫你干活 不给你钱 你应当的 这是你deserved的 我们最后原来 人最后deserved的是什么 deserved就是死 我们人就是配去死 你愿不愿意呢 这是你罪的一个 人犯了罪的一个结果 你自己选择的 很可怕 所以第七点 堕落的人的真实状化 就成了罪的奴婆 是被罪捆绑的 失去了归向真理 归向美善的能力 所以人绝对不可能自救 所有的宗教 除基督信仰以外 都是自救的宗教 儒教 佛教 道教 什么都是自己来 自己起来来救 马克思主义 什么主义 都是人自己来做 把命运攒在自己手上 来自救 可是人继承了罪的奴婆 他甚至不知道善的方向 你自救 你愿自救的结果 就是犯更大的罪 造更多的偶像 来敬拜自己 来宣扬人的能力 就失去了 这就是被罪捆绑 所以耶稣说 奴婆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的 所以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婆 奴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那我们如果 不要做注意的奴婆 只要换一种身份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 怎么做呢 所以下面就句话 三十六节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原来我们的自由 是从耶稣而来的 天父的儿子 若叫我们自由 就真自由了 我们怎么真自由 就靠信他 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人的得救 是靠着上帝的恩典 第八点 人已经死在过过罪犯当中了 甚至过过罪犯 死在当中 人的得救 人的得救是神 上帝的拣选 耶稣说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 原来上帝的创世以前 就预定了 要从万民当中 选招自己的百姓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 听到福音的一群 是特别有福的 我为什么说 昨天有七个末道友吗 我看到你们 我是觉得你们特有福 为什么这么多 还有不幸的 为什么单单你们来到这儿 你说是因为谁谁谁 我恰好我的哪个同学 我是什么 为什么恰好 这个同学 你的同学是基督徒呢 有的人一生 都不知道自己 这位谁是基督徒啊 我在大陆生活了三十几年 没看见一个人基督徒 没有人说他是基督徒 我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基督徒 很奇怪的 没有人在我面前讲 我是基督徒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没有基督徒 我到大学回来 出来以后 才知道我同学里面 有一两个是基督徒 在国内 谁也不敢向他表露身份 那到以后才慢慢知道 很奇怪 但今天有基督徒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同事同学 请你过来 这是神的恩典 神的选招 上帝的选民 不是以色列肉身的 而是蒙应许的 上帝选招我们 让我们得救 所以在这里 神说他来到我们 来到这里 像加勒太说说的 我们蒙招是为了得自由 这个最大的什么自由呢 你能够自由地 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这就是真正的一个自由了 我们人的这种玩梗 不太愿意听圣灵带领的 于是上帝照在水中 说如鱼得水 对不对 他就是鱼在水里面 可是人到水里面 你大概 你有一阵子就起来了 要把自己擦干了 因为水 色漏漏的不舒服 因为人不是被照在水里的 可以在水里活动一会 可是我们如果信靠着神的话 神的恩典带我们 成了新造的人的话 我们从此就会 我们的心就会顺着顺灵的带领 这是得自由的保障 当年最大的不自由 亚当夏娃赶走的时候 是闪动着火焰的剑 把守着生命树的道路 他们无法回来了 把守着他 他们吃去了这个激进生命树的自由 但是耶稣在舍字架上 他成就的时候 他说成了 这时候至圣所 圣殿的至圣所的慢子 从上到下离开了 这一点西伯来说讲得很清楚 原来耶稣基督 他用自己的身体成就了这个救恩 打通了 成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 把我们带到什么 上帝面前 靠着什么 靠着他保血的遮盖 因为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 在舍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 钉死的人都有福 因为你知道 你的罪归在耶稣身上 耶稣替你去死 你就不别再死在罪里了 因为他为我们 为我们的罪去死 我们就不必要向着罪去死了 我们就可以向着义来活 耶稣你为我死 我信了你了 我就不必死了 我活了 我就为谁而活 为主而活 这就是一个新造的路 这个是真正的得自由的一个标志 这就是真正的一种解放 当年上帝兴起摩西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救出来 这是浅诚的解放 浅诚的自由 你发现吗 他们离开了以色列人 虽然政治上压迫没有了 经济上不需要没有了 这群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当中 也是成天吃着上帝的供应 他也不需要找工作 也不需要为他们的学业担忧 也没有人来批他 也没有人赶他 只要他们敬拜上帝就是了 你说是不是 鞋子也不穿破 衣服也不穿破 不需要油盐降出 都不需要担忧的 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担忧汽油涨价 什么事情都没有 上帝就叫他们一件事情 轻易地敬拜我耶和华 可他们就不可能 为什么 心灵不自由 我的心不是为你造的 我还不如回到 后来想想还不如回到埃及卷 虽然被他们打两鞭子 但是还是可以吃到我的什么 我要吃的东西 原来还为这个 我老吃你满呢 干什么 奇怪 在这里面就知道 原来人啊 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上帝就都 拽着我们过来 给我们创造条件 要跟上帝亲近 人还是不想亲近 找出机会就埋怨 找出机会就发牢骚 因为他 心不跟上帝相通的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自由 他不是一个先造的人 所以那批大部以色列人 他们虽然知道上帝 不会把他当着上帝去感谢他们 他们大多都死在什么 旷野里了 希伯来说他们都是因着不信 原来他们都知道耶和华 但是他不喜欢这个耶和华 就叫做不信 信就是说 我知道他在 我喜悦他在 他是我的生命 他是我的信靠 他是我的敬拜 这才叫信 信耶和华是这样一个 折得我们去敬拜信靠的上帝 你由这一点 是你得到自由的最高峰 你有了这个 上帝是你生命中的粮 你不度圣经 你就感到 哎哟 非常的 这天怎么祸的 这个神话没有 两天就不像个人样了 没有好多圣经 没有得到供应 我就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感到这个 那你是得自由的 你有了这个 你靠着上帝 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了 你奋土万事 就像保罗说的 随时随地得了一个秘诀 他在监狱里面 他在 这叫什么书啊 这个叫 斐利比书是最最 这个是在监狱里面 是最喜乐的书 里面充满了喜乐 随时随地得了秘诀 虽然随时随地 他知道是等着要去把他杀头的 他随时随地就是喜乐 因为他知道 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没有上帝的允许 没有人敢动他 今天上帝让他去为上帝寻到 是他这一身最大的荣耀 因为上帝要借着他 彰显着得着神的真理的人 是得着何等大的自由 这个自由完全超出了锁链 坚约 包括死刑 都不能吓到他 都不能剥夺他心里的喜乐 剥夺他的平安 这是何等大的自由 就不受外部条件控制了 完完全全 神是他的完全的信靠和供应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可能威胁到他 也不可能利用到他 更不能使他焦虑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喜不喜欢这样的人生呢 当你感到想发脾气的时候 当你感到忧虑的时候 当你什么时候 你就知道你还有没有得到自由的地方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当中的末道友 知道有这么一位神 是让我们得到的真的自由 因为耶稣说 你们若真是 你们若真的照着我的话去行了 你们遵照我的话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你们就必晓得真理 而真理不叫你们得自由 原来晓得真理 不是只是头脑里知道 而是心灵里面享受 身体力行出来的 遵行出来的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只有在遵守上帝的道里面 才晓得 对真理的体会 才会真正的加深 同样一句圣经 读下来感受不一样 体会不一样 你就真知道这个真理了 而你在这个真理里面 你才真正明白 什么是神给你的真的自由 那你是得到了 你生命当中的 一个柔美的境界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你保守带领我们 主啊 你向我们显出你的 大能 你的权柄 你的美善 你的全知 你的圣洁 主啊 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都活在你面前 如果不认识你的人 你也是他们的主 但是你是他们审判的主 他们是何等可怕 但是对于认识你的人 你是我们慈爱的 供应我们的 带领我们的主 主啊 我们在你带领下面 我们并没有害怕 主啊 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真理 更加地渴慕你 主啊 原来你让世界 所谓得到一个自由的 民主的政体 其实最高的成就 也就是保守了 人们有个敬拜你的自由 主啊 当人们有敬拜你的自由的时候 人们就得到所有其他的自由 当我们没有敬拜你的自由 人都离开你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自由 也都被剥夺了 当我们不相信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相信人 我们会把人当着神 去麻木地敬拜他 这是我们在世上 我们遇到的只是独裁者 专制者 我们的自由就更多地被剥夺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澳大利亚 我们也到加拿大 也到美国 可是我们来到都是受基督教信仰文化 影响的国家和民主 主啊 这不是没有原因 主啊 因为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 找到自由 主啊 但是若没有真理的话 哪来的自由 主啊 帮助我们来深深地认识你 因为只有真理 才能使我们得自由 主啊 千万不要让撒旦的自主 代替我们的自由 主啊 因为自主 就是使我们成为罪的奴仆 主啊 只有信靠你 我们才能得真的自由 主啊 帮助带领我们 主感谢赞美 听我们的祷告 父母耶稣 祭祷能求 亲爱救助我生地 常与我同在 亲爱救助我生地 常与我同在 隐藏在你怀抱中 借借刻目寻求你 拥抱我在你怀里 拥抱我在你怀里 深深爱着你 拥抱我在你怀里 我敬请借天父尊往地 宝座 圣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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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贵 享受了鸟语花香的味道 这一切都是让我很感心里充满感 昨天是讲了两讲 不再受欺骗 不再受捆绑 今天要讲不再做外人 这三个不再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 我们这个是特别是家庭影陪领 每个人先特别思念一下 我们做的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到底应该改变的是什么 当我们说不再受欺骗的是指我们的理智 我们的思想回归真理 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是什么 我们就不再受欺骗了 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的 你假的就不能冒充真的 在这个真的地位上冒充了 最大的痛苦就是打假的站在真的位置上 真的就被迫让位了 假变成真 真也变成假 这是最痛苦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常常容易受骗上当呢 因为我们心里 没有一把真理的标杆和扯度 所以我们常常被世上的各种各样的风吹得宫岛西歪 常常跟风 跟潮流 这叫随波逐流 可是我们有时还说与时俱进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真理 当我们不知道真理的话 我们就被世界各种的骗子 各种的谎言充满了我们的心 我们活在谎言之中 那心灵当中一定是痛苦 我们说不再受捆绑 当我们没有真理的时候 我们一定被捆绑 在谎言中被捆绑 在罪恶中被捆绑 当我们说不再受捆绑的时候 就意味着 我们的意志 要回归上帝的旨意 不再以自己为主了 我们的意志得着了自由 因为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才有我们意志的真自由 如果说不再受欺骗是代表 我们的思想回归真理 那么不再受捆绑 只要我们意志得着自由 那么今天我们说 不再做外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人一共有三个方面 理智 意志 还有一个什么 情感 这是说明我们人的情感 回归真爱 上帝的真爱 昨天晚上很有幸 和我们有一些 其木道友在一起谈 其中有一个木道友 有一句话 他说 我怎么知道 基督教一定比 比如说比佛教更好 心里基督教就不受欺骗了 信佛教就受欺骗了 这两者之间 教我怎么能够觉得呢 怎么能够分辨呢 这是很好的question 如果有时间 我就一一做比较了 不过我今天 我简单提一下 我过去在 我自己的教会里 开文化讲座 体会到人作为一个人 要真正满足 自己的情感的需要 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痛苦 要从痛苦中拔出来 往往就不知道 问题真正在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都以佛所书了 你会发现 刚才读了一段 以佛所书 它是讲人与人之间的 一个特别的关系问题 而这一点 佛教恰好是不强调的 我每次看佛教的时候 大家看到到庙里面去 每个人带上自己的香 到自己的佛面前 或者观音面前 拜 拜好以后 扔了就走了 另外一波人上了 特别在杭州 林云寺上 他们过年是要做 头之香上去 谁能像父上 第一次香 谁最有福气 所以大家为了头之香 打破头 挤破头 实在是送过去了 就空中飞香 这个场面惊人 每个人都要在佛面前 搞到一个最好的位置 原来在佛面前 我得了 你就拟得不到 是彼此是个排斥的 一个关系 我从来我烧好香 以后我不会留下的 然后我们 我们这些拜佛的来个团契 我等着你 你等着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团契 这个团契的观念 佛教里没有了 道教里也没有了 庄子说 我得于天地精神而往来 要化在自然里面去 化碟去 那么他觉得 这个像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沙特就说 他人是什么 地狱 他人是地狱 跟自己的一切痛苦 都是从他人这里得来的 所以他是要逃避 道家要把自己逃避到什么 大自然中去 江河 俱余生 就像苏东坡说的 他就是说 要荡洋在这个山水之中 把自己完全化解掉 不想看 所以道观还有庙都照在山林里面 人籍汉见的地方 汉见就是比较清静的地方 避开 要清静 要无为 要一般 要完全地截然 以为靠着这个 孤灯 沐雨 这样子安静自己的心 能够解脱 让自己的感情有所着落 这是一条绝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在刚才读的以弗所书里面 保罗特别让我们每个基督徒知道 我们过去是绝外人 我们是外人 与神的诸越当中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指望的 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 而如今靠着基督的保学 得以清静了 情感上 他讲的都是情感上的话 我们得以与神 清静了 他是我们成 因他使我们和睦 因他使我们和睦 大家看过一代人的见证 其中一个旧金山共设 我参加起草 最后定稿 有人一定要把和谐放上去 因为和谐是主权力 现在国内说 建立和谐社会 我们基督徒大大相应 建立和谐社会 但是我说 和谐 我们不会反对和谐的 问题 这个和谐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神 是不可能和谐的 神是成为了我们的和睦 我说和睦倒是圣经上的翻译 我们就和睦也把它放上去 最后我们达成共设 和谐既然不肯拿掉 那么加个和睦 和睦和谐都有了 那我们意思就是说 强调真正的这个里面的意思 因为大家看过 大家创世纪里听过巴比塔的故事吗 那个时候世上的人 语言口音都一样 在一个强硬的领导之下 一起建立一座塔 塔定通天 这个时候没有互相之间的争战 大家有一个人类的大目标 一起造一个塔 塔定通天 这好像有点因了我们过去一句话 团结起来争取什么 更大的胜利 这很好啊 每个人都拼命的努力 塔定通天 我就想起一句毛泽东的过去 是事与天公什么 事比高 就显示我们人的力量 为了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了 大家都不想分散 多好啊 大家抱成团了 和和细细在一起 为什么造一个塔就不能分散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心了 当时游牧民族往外面赶 那个塔高高的 赶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塔 塔是我们的中心 紧紧的团结在巴比塔周围 多好啊 可是很很有意思 人就什么事情 是于人愿为 人就越是这样的团结起来的时候 我就想这就所谓大同事件 共产主义就奋斗这一天了 这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没有争斗 只是为了一个目标 大家自同道合的一起联合起来 奋斗多好呢 可是这件事情 他要合在一起 抱成他不想分散的 就是完完全的上帝也就是犯了大恶 因为他是以违抗上帝的命令 想达成人的和谐的 而这个人的和谐是人的骄傲的来源 人的和谐是要对抗上帝的 我们今天和谐在一起 我们造他通天 显示我们人的力量 免得我们被分散 为什么上帝叫我们 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他来给免得我们被分散 今天我们如果能够造他成功了 我们不分散了 就说明人的意志 胜过了上帝的命令 所以要让上帝看看 到底当今天下谁在做主 就是这个 有一句话随成 毛泽东过去在一个 有一个诗词里面叫什么 问苍蝗大帝 什么 谁主成佛 不得了啊 我们想年轻的 青年毛泽东就有这个 心忧天下要做天下做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破裂 所以我们都败道在他的 这样子的特别的意志之下 我们最后就成为一个痛苦 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 如果人如果要互相彼此 真正地要合在一起 如果没有上帝的话 上帝缺席的话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这个塔不是团结塔 而变成巴比塔 就是分散 混乱 人的目的要合在一起 去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混乱 这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真理 为什么大跃进 结果造成了大跃退 文化大革命是大哥文化命 反正就是说 你要干的事情 最后结果什么 事与愿违 完完全全不一样 我今天要让人 从这个迷失中走出来 所以这里合在一起 成为一体 与神和好 并且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天记住他 被一个圣民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好了 这时候保罗的关键话来了 第四九节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家就是爱的所在 如果没有爱 这不是家 只是一座房子 大跃都知道这个道理 house和home不一样 这个house成为你的home 因为有爱在里面 你们是亲人 是家人 是住在一起的 这是人的情感的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上帝造作 他的三维一体的 上帝的形象所造 所以很多人看创世纪的时候 为什么说 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 形象怎么变成复苏了呢 不是我们是独一的耶和华真神吗 只有一位神吗 怎么会叫我们呢 原来这一位耶和华的神里面 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这就是父子灵 三位就是一个特殊 就是一个多 就是一个群体 我们被造 是造作上帝的一个 三一神的形象所造的 因此人被造里面 打上了深深的本质 这个本质就是 人绝不能活在孤单当中 他必须活在一个关系之中 所以有一句话 man is what he related 人是他的关系里面所造成的 他如果不活在各种关系当中 这个人 他也就不成为现在所谓的人了 关系的重要性 其实中国人不是不懂 中国人是很懂 很懂中国文化里面 为什么道家不能成为主流呢 因为道家是个人主义强调的 很厉害 中国人是要讲到一个宗族社会 一个秩序 那么儒家就可以变成主流了 儒家是满讲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但是这个关系是上对下师生关系 距天下因材而交子 这是一个儒生的伟大报复 如果你里面有些人不听 那就是什么 朽默不可刁言 那就被做出师门之外 往往是这样 这个关系呢 就成了我们读书人 一种单向的 用骄傲来满足的关系 中国文化里面是注重 其实是蛮注重团体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如果一个人人落到一个地步 流落他乡 流离射所 那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谓有些话说什么 孤魂 野鬼 死物 葬身之地 都是说明一个人漂流 飘荡 没有人来关心的一个可怕的结果 在温哥华 我不知道你们在墨尔本是怎么回事 温哥华有一个东区有块地方呢 有很多流浪汉的 你跑过去 政府老是想把流浪汉收在一起 搞些慈善项目 流浪汉还拒绝跑进去 他们有些人就愿意去流浪 你发现在流浪汉当中 有各式人等 白人 印第安人 黑人 还有墨西哥人 你就看不到一个华人 很有意思 尤其根本看不到什么 两三地是根本看不到的 大陆两三地 其实华人很多人来到加拿大 有些是难民 政务分文的 但是他们总有办法 不出两三年房子给买好了 很奇怪的 他只要给他有办法 在加拿大这块地方 他就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流离 他最聪明的 他会使用各种政府的救济的办法 就是说实在没有办法 就是找救济 那个华人团体 就是把他申请各种进行 他都会拿到各种各样的救济 再怎么不济的 他也能活下去 奇怪 在中国的大地上 倒是很多流民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荡 一到了外国土地上 本来连根都拔起了 反而一个都不流离了 你发现吗 这说明中国人的本性当中呢 其实能不流离 尽量不流离 不会愿意随随便便跑到外面去漂荡 过着什么 杰普赛斯生活 四海为家 这种浪漫情怀 还是少了一点 那就说明中国人呢 他贴缺是非常喜欢暴城团的 那暴城团 中国人又说 中国人呢 是什么 内斗什么 内行 外斗外行的 窝里斗很厉害的 那又奇怪 就好像是人家想着 形容这种百急的刺威 百急的刺威 会冻死什么样的 因为百急刺威 在百急刺威 他呢 他比较怕冷的时候 要互相什么呀 依偎着取暖 但是彼此一激进的时候呢 他们就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马上就把刺张开来了 当一激进的时候 一刺一张开 他互相就遍体鳞伤 大家又不知道 然后又退回去了 所以弄来弄去 就不能真的 又想合在一起 又不能合在一起 就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人在文化里 彼此交往当中 最怕的是被见外 见外就是被排斥 有没有你们有这个体会吧 最怕最见外 你送礼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到一家人家军 到底带礼物去好 还是不好呢 你带礼物去 他一定会说 哎呀 怎么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我们都是熟人了 何必做这个事 见外太见外了 你真是拿去拿去拿去 别把礼物送过来 你真是太见外了 他就说 你送礼物就是 在我太生分了 我们至今还送什么礼物呢 你来就来呗 你来就最好了 别这么说 如果稍微不安事故点 原来是这回事 我来就是空手空脚就来了 那也不行 那你拿着礼物的人 那就头脑一转 你不收我礼物 就把我当外人了 反过来说了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聪明 一个说你送我礼物 把我当外人 结果我把礼物带了 你不收 那你是把我当外人 反过来 就是说你把我当外人 这个罪名互相送来送去 对不对 那你一定得收下 你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 反过来是看不起我 你把我当外人了 你拒绝我 其实也蛮对的 你为什么不收我礼物呢 你是看不起我呢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好了 这个情况下 大家心照不宣 反正大家都是 是内人 也不是外人 但是真因为我们是彼此和好的 所以理我也不可少 所以我们也大家都彼此心里明白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特别讲究这一点 儒家的心怀叫天下一家 他讲的天下一家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你会看到个别的长辈 你会说奶奶啊 或者是公共啊 你会说阿姨啊 或者是大嫂啊 这些在西方人的里面都是家人的 真正的阿姨就是真的阿姨 嫂嫂就是真的嫂嫂 Sister in law 或者是什么 你不会随便讲别的 或者是什么 那个 其他的算起来 Uncle 就是真的Uncle 但是我们中国呢 就很把家人成为 就很广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当中呢 其实这一点也是不错的 一种亲情的文化 一种亲情的文化 但是我要说了 中国人的天下一家 你别以为 哇 中国人以天下为情怀 你就以为 中国人的观念是普世的 错了 这个天下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 其他四方都是男一眼 我跟其他外族的人 他们不是中国人的话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非我卓泪 齐心比异 那就是这样子 一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只有两种 要么就是什么 我们做他的奴隶 要么他做我们的奴隶 所以中国跟边关打来打去的 他们要么就是什么 来朝公 当中国唐朝强大的时候 就来朝公 当中国宋朝弱小的时候 中国去向少数民族朝公 没有平等的外交 只有历史和朝公 这两只 所以当年 西方等到第一次跟中国结束的时候 中国就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做了 西方人给你办外交 不干 一定要把他送东西 外交的旅选当中是什么 来朝建中国的什么 天朝的天皇组织 用这种心态来对照 就不平等 就不平等 所以这个天下一家呢 从来没有遇出一个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 这么一个框架当中去 这是中国的天朝心态 是非常骄傲之大的 都不知道 外部商人来做的时候 给他们很多规定 不能带家卷 走的时候不能沿着街走 什么所有的商品全部中央走 官僚 衙门一起走 不准他到市场去看 这些不平等的事情啊 一直不知道 鸦片战争是把这个不平等的情况改变过来 然后定个条约 是把普世的建立外交关系 开商 通商 通行的 用不平等的强迫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平等条约 其实 他说两个派 现在对啊 互相你去看看南京条约 希望外国 希望在中国设立领馆 那么也让中国清朝在外国设立领馆 大家平等交往 但是不打 你还不肯给他平等起来 他非得把你英国过往是康熙的 或者是乾隆的臣子 要这样子来算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可悲的一面 所以 要么就是跟外国关系 要么就是仇外 要么就是媚外 而自己的公民和政府的关系 要么叫顺民 要么就做报名 你做不做其他民 对吧 好 好